阿博大慎 恐暴 由無線王牌節目 東章西望幕後班 打造的台慶忠毅全新資訊節目 還聯個人資料 互服務特約 一淺 由東章的區永權 李文芳 梁敏 及蕭靜南擔任主持 本週一至五晚上十點半翡翠 播映 節目主題 圍繞各類型以真實個案為基礎 個案 透過全外景及戲劇式的拍攝方式 為觀眾 解最常見及最新的詐騙手法 更會請來防詐騙 加及犯罪心理學家等教大家如何一眼看出片 真身 昨晚28日 播出的第六集 四位主持先後為大 拆解補水後 玩手遊及賈律師等不同類型騙案 中賈律師涉案府主 原本已被騙117萬港元及後恩 墮假律師陷阱 再度損失500萬港元 下同於短短五 月內被詐騙兩次 並損失超過600萬 四位主持又找 網絡保安公司董事 總經理Michael為大家解釋 暗網如 成為個人資料的販賣市場 Michael指出暗網上有多達126 組個人資料 證明每個人平均都有數個戶口備客 為只要透過電郵帳戶 便可在暗網搜尋備客戶口Michael 指選用不同的密碼 登入不同的個人戶口 以及用雙重認證Login銀行 或者信用卡戶口便可提高網 安全度 昨晚一集的戲劇無以主題個案為假攻 騙案府主化名是V小姐 V小姐悟墮的騙案原本指 套路地以快遞問題 作開長白V小姐也未有馬上 入陷證 但因騙徒出動了假公安 該名假公安不 有假務的身份證明文件 還有假務的特務助手 上騙徒一再威脅V小姐 隨時有在內地助勞風險 警告他事件不能外傳 結果V小姐再沒有可能聽 第三方意見的情況下 乖乖上繳銀行卡及相關 馬最終被騙取五十七萬 更驚爆的是事件中的假特務 來亦是受害者 今晚二十九日播出的第七集 拆解定走 及定藏獄騙案之餘 還會全方位否釋公動一時 港版KK原騙案 不比特網戀騙案 及牽涉藝人臨勝 及名人胡孟清的 散貨股票群組騙案 驅永權及 正男指出 在不比特網戀騙案 見途先在不比特 師專業尋找目標受害者 並偽裝成不比特與兩 發展戀情兼騙取金錢 涉案的兩名西班牙受害 聖均有缺乏愛情 及傾向抑鬱的共通點 而今集 戲劇無異主題個案為 股票群組騙案 三名受害 分別因為相信了 以林勝斌及胡孟清作招來的 票投資群組 分別被騙取數百萬至十數萬港元 中林勝斌Bob群組的受害人親 又與亞博認識並恩餘 Bob直接了解事件 才自知受騙 及後亞博也即時再寫 媒體澄清希望盜絕再有人受騙 可惜澄清聲明 成了騙徒變本加厲的武器 亞博接受扼錢主持糧 考電話訪問時 更忍不住大身 恐怖想知騙徒如 利用亞博的澄清聲明 繼續為非作帶 密切留意禁 播出的扼錢